根据中电集团38所消息,国产天上传感器无人机今日首飞成功,标志着国产无人预警机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为国产预警机未来研制积累了经验。 从38所透露消息来看,国产天上无人机,实现了雷达与无人机一体化设计,系统结构效率得到有效提升,无人机和雷达整体性能进一步提高。 从这个描述来看,加上天上无人机,没有采用传统预警机圆盘式天线,可以确定它采用了宝型天线,相比传统的摩古盘式预警机,宝型天线能够最大限度增加天线孔径面积,提高雷达探测性能。 这样平台载贺一体化设计具有阻力小,航时长,载贺威力大等特点,代表着未来空中预警系统的发展方向。 天上无人机实现雷达与无人机一体化设计,也表明,它应该是38所在2016年珠海航展,上面展出的JY300无人预警机。 根据38所在珠海航展公开的资料,JY300中高空长航时无人飞行器,配备了有缘相控阵预警雷达和光电吊舱,可以长时间在舰艇边对上空飞行和警戒,扩展边对低空视野,能够更好地抗击超低空略海反舰导弹,水面舰艇和直升机探测,提高了水面舰艇边对防空,反舰作战能力。 因此天上无人预警机未来可以作为大型水面编队补充空中预警手段来运用,通过语舰再固定一预警机,预警直升机配合使用,让后者能够更加专注远程目标探测,进程目标,由天上无人机负责。 对于小型水面编队来讲,天上无人机就能作为主要空中警戒手段,由于它对几较场地要求较小,能够部署在较小水面舰艇上面,例如两期攻击舰,为编队提供增加全面空情信息。 另外天上无人预警机价格低廉,经济适用,也可以作为陆基大型预警机补充手段。 它对于后勤保障要求较低,空情信息能够通过数据链,传递给后发指挥所,因此可以在边远地方进行部署。 提高空军对于这些地区警戒能力,由于对于客户经济实力要求较低,天上无人预警机在国际市场也有着较大潜力。 现代大型预警机单价都在数亿美元左右,许多中小国家或者地区空军无力负担。 那么对于那些无力采购大型预警机的国家或者地区空军来说,天上无人预警机也可以作为空中警戒系统来运用,加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空军对于低空目标探测能力。 由其复杂地形条件下低空目标探测能力,天上无人预警机在国产预警机首次使用保性天线技术。 从2016年驻海航展公开资料来看,天上无人预警分别在机身,记忆安装了保性天线,表明38所等相关单位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并且成功进行了工程运用。 国内外雷达研制厂商都认为随着飞行器以身性能提高,高超声速飞行器使用,未来雷达探测性能要求进一步增强,才能更好对抗这些目标。 但是传统圆盘雷达性能已经挖掘到极限,难以继续提高。 保性天线是发展方向,它可以最大限度扩展雷达天线孔径,增强雷达探测性能。 当然保性天线难度也非常大,例如天线覆盖的飞行器表面,飞行器在击降,飞行过程之中会产生振动,对于天线性能会造成不利影响。 保性天线这里不是直线和平面排列,如何协调个证员工作也令人头疼,所以天上无人预警机,看起来似乎不起眼。 但是,运寒的技术成果一确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